游文图斯 这场比赛之前除了游文球迷之外 很少有人关注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 今天的比赛中有C罗 这对于球迷们来说很重要 也是C罗生存游文图斯的第一场比赛 哪怕并非是正式比赛 游文图斯成年队的首发名单也是主力进出 C罗 吉耶利尼和迪巴拉等人都首发登场 新元埃姆雷战也进入首发11人中 青年队中的小将责辩识度不是很高 一般情况下青年队狠手可以赢一队 毕竟双方实力差距巨大 不过今天的比赛中青年队却率先发动威胁 小将尼克卢西利用任意球的机会击中门注弹出 青年队差点取得进球 很快C罗的进球就到来了 这也是很多球迷期待的 C罗在上班场的比赛中获得单刀球机会 面对年轻的降落以下 C罗推射破门得分 这也是C罗穿上游文图斯球衣之后的第一个进球 场边的球迷也是奇奇欢呼 并且高喊C罗的名字 之后 另一个新人艾姆雷战破门之后 但被判阅位在线 很快C罗就又发威了 反击中C罗进区内停球 冲上来的青年队后 外抵不开C罗只能身脚破坏 没想到他打进了自家大门 C罗制造了一个乌龙球 尤文图斯一线队2比0领先 青年队之后 C罗连续踩单车之后 传球给插上的到格拉斯科斯塔 后者射门显现破门得分 很快迪巴拉上演了 没开二度的好戏 他头顶脚踢帮助一线队的优势 扩大到了四球 其中他第二个进球 是C罗射门之后 造成捕射的机会 迪巴拉得分 半场结束的时候 尤文图斯一线队4比0 领先青年队 下半场比赛中C罗下场 马尔及西奥也打入一球 曼入基奇浪费了得分两机 最终这场比赛定格在了 5比0 尤文图斯一线队获胜 这场比赛并非是在 尤文图斯主场进行的 所以当比赛结束之后 球迷们也是疯狂的冲进了球场 他们的做法都是一致的 除了找球员和尹之外 还不忘向球迷要球衣 甚至是从他们的身上 扒下来球衣 真的有点 01年罗马主场夺冠的感觉 而C罗也是球迷们的重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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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